大家好 今天要来给面前这颗 珍奇葫芦兰绿手指 换掉水苔 它的水苔呢 我还没有换过 一般情况下 新冬属的兰花呢 过段时间我会把它的水苔 换掉 它当时有两个花梗是带着花的 这里面有一个花梗呢 是准备要长出来 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时呢开着两朵 很大很香的花花 但是呢在叶子下面 有一个小的花芽呀 准备要长出来 不过当时呢 它的叶子啊 是把它这样子盖起来的 我怕它出不来 就用了一个橡皮筋 这样子把它炸起来 如果我不把那个叶子 跟它炸起来的话 它里面那个花芽是很难 长出来 有机会呢 它死伏中 因为这个叶子盖住它 它见不到阳光透不了空气 等过了一段时间 它长出来了 我就把那个橡皮筋 跟它取掉了 现在它 长了一个花包出来了 旁边 这一个花梗也在续花包出来 但是这个花梗呢 暂时还没有动静 现在拆水苔 拆水苔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它在悬空种制法 也叫水器栽培法里面 带的怎么样 这里呢有根尖在长出来 下面这个位置也有根尖在长 这是最下面的两条根 在旁边两条根也在长根尖 还有呢 在旁边这个位置也有根尖 还有这个小叶子 它之前是没有的 它之前是这个样子的 看来它带的很开心 因为它的水它还没有干透 可以呢拆掉一大部分下来 还有一小部分呢 粘在根上面的 我不能继续再拆 要不然会上根皮 现在去冲水 冲完水以后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用纸巾 把这个叶形里面的水吸干 紧接着呢 把叶子与叶子之间 进度的西地方都要吸干 因为天气热 怕有问题 说说这个叶子 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当时是有包装看不到的 不过检查了它没有问题 根上面的水呢 可以不稀那么干 稍微剩下就可以 最主要是叶子和静部 叶芯这些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修剪根部 修剪之前呢 我们的剪刀要消毒 这个绿手指 蒸取蝴蝶兰呢 它的花梗呢 很短就开始长花苞 就开始开花 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它的花梗 你看这个花梗 离近部才一厘米多一点点 还长个花苞出来 好怕把它弄断了 所以要小心 剪的不多 心里面剪了两条根出来 然后清理了一些根间 修剪完根部 我当然又是用上 我自制的万能糊里叶 也就是酸子辣椒水 平常呢 装了一些在一个小喷壶里面 用完了之后再装 我会对着它的根部 近部 叶子 蒸发面 都跟它喷一遍 花梗我也跟它喷 花苞它不害怕 不过呢 花朵就会害怕 然后呢 我发掘一个小叶子 长在这个根里面 我会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呢 喷完万能糊里叶 就让它这样子待着 我去清洗我的水苔 水苔洗完以后呢 凝干备用 原本呢 是打算 还是把它用原来的悬孔种制法 也是水气栽培法来种制它的 这种悬孔种制法 又叫水气栽培法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在去年呢 就分享过很多次了 这一颗呢 是之前跟绿手指一起 这样子种制的 你看它的花花很好玩 数量不多 经常呢 就是一朵两朵 这样子开着 但是呢 一直没有断过的 当这边的花花卸掉 这边又打开 当这边打开了 旁边呢 这个位置呢 又长出花苞来了 它就这样子 一朵一朵的卸 一朵一朵的开 一直没有键断过到现在 因为它的花更长呢 我就继续这样子种制它 这个花花呢 有点淡淡的香味 这个绿手指呢 它的那个花梗呢 就比较短 我怕它又长在水苔里面 去爬在里面 所以呢 临时改变主意 又用这个方法种植 现在看看它的万能护理液 还没有干掉 让它继续晾着 我们来准备这些容器 之前呢 是这样直接放进去 就刚刚好的 就之前这一个 但是现在这个容器矮很多 那比了一下不合适 就把下面这一节 跟它剪掉了 剪的时候 当然我是比过来剪的 剪完以后刚刚好 接下来呢 下面容器打好孔 我们开始来比一下 看看花花的位置 把花花的位置掌握好以后 我们这个根比较多 塞了几条在后面来 然后下面也要加水苔 两边都要加水苔 因为它后面也有根嘛 加一点点水苔之后 我们就开始绑 一边绑 一边往两边加 把那个水苔弄快一点 弄好以后 这边呢 是后面 也有水苔有根 这是前面 然后它的花梗呢 就不会再 爬在水苔里面开花了 最后呢 两边都这样子固定它 我们要记得 跟它加吸水绳了 将来吸水用的 上面的吸水绳呢 就接触到水苔 下面呢 就放在容器里面 什么绳子都可以 只要能够吸水就行 最后要记得 后面这个铝线 跟那个棚夹 要把它固定起来 做好了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是第二天 我们又来说 塑胶水是肥 我用了自来水 你可以从上面这样子淋下去 你也可以从上面这个吸水绳这里倒下去 它多余的水呢 就在那个容器里面 它会慢慢的把上面的水吸上来 对于施肥来说呢 就把你炖好的肥料水 也按照那个水的计算分量 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样子把它倒下去就可以了 那那个怎么计算呢 我以前有讲过 今天视频不多说 想了解的朋友呢 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你就可以看到 接下来说说这种种植方法的好处 首先来说不易烂根 四肢围都比较通风 也很好观察 是否给水 因为它的水苔看得到摸得到 水呢 就这样子倒进去就可以了 平常打理起来呢 简单方便 又比较省时 然后呢 它的水不会滴到地板上面 摆放的时候呢 你可以摆放在台面上 你也可以摆放在花架上面 你还可以把它挂起来 很适合室内种植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和点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